话说两艘英国军舰 诸鲁号和努比亚号生生相爱了 然后结合在一起 剩下了他们爱的结晶 祖比亚号 是的 连名字也是各取一半 用了妈妈的名和爸爸的信 什么乱七八糟的 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今天给你讲讲这艘 堪称是史上最奇葩的船 一战英国著名的布竹级驱逐舰之一 祖比亚号 其实这艘船本身呢 倒是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 还真的就是它的诞生过程呢 故事开始于1916年的11月27日 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 那两艘军舰之一的努比亚号 在一次德国的鱼雷袭击当中呢 严重受损 本来英国人是准备把它给拖回去的 但是好巧不巧啊 当晚恰逢一场恶劣的暴风雨 于是努比亚号呢 就被巨浪抛上了海岸 将自己的船头完全就撞掉了 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船尾 当然是拖了回去啊 好画面一转啊 另一艘军舰的故事 也在大约10天以后上演 他便是朱鲁号了 1916年的11月8日 朱鲁号从多佛出发 在前往敦克尔克的途中呢 撞上了德国潜艇 UC1号部下的水雷 船尾当场折断就沉没了 三人上升 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船首 好在被当时正在附近的法国驱逐舰 梅尔船长号撞舰 拖回了加莱 好 两艘严重受损的军舰通常会面临什么呢 回炉再造呗 但是一战迅速升温 英国海军迫切的需要任何能够将德国人赶出海峡的船只 于是他们看了一眼只剩船尾的卢比亚和只剩船首的祖鲁 心中有了答案 把他俩接起来嘛 是的 谁让他俩断得那么完美呢 就像是计算过的一样 这就有了足笔呀 看起来相当完美 要是没人告诉你 你绝对是不会相信他是用两艘船缝合起来的 尽管前后有着大小不同的烟囱 中间也有着莫名其妙的89毫米的隆起 但并不影响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嘛 哦对了 说到奇怪我差点漏了一样 他还被认为是唯一一艘在1919年 没有因西班牙流感大爆发 而造成人员伤亡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 是不是真的很奇怪呢